Hello 大家好 我是奥多大卫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网络安全职位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这期视频 我们提到了IT的左派和右派 那么今天就来聊一聊在IT的这些岗位当中的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 我们都说屁股决定脑袋 那么你在屁股还没有坐下之前 如何去选择你自己的职业道路才符合你自己的价值观 那也不至于你工作了以后才发现各种不爽 是不是 好 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左派和右派 其实这是一个政治用语 但我们今天这节目不会牵涉到任何政治 所以国内的那些审核人员请你不要太紧张 那左派呢我们就又称之为叫自由派 那么他们是崇尚自由的 右派呢也就是保守派 那么他们崇尚是保守 慢慢的进行优化 首先我们这是得要有个前提 就是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你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都是为了这个公司好 那只有这只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那如果你脱离了这个出发点的话 那就算是什么故意捣乱了对不对 那就乱套了 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那他们之间呢也没有好坏之分 只是事物的两个面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这个是我们雅思作文当中是不是经常写的一个句式是不是 那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上有各种社会问题 那都有两面的观点的碰撞 那也就是为什么能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种重要性呢 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啊 那这个是极其危险的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那当然了任何一种极端啊 都是对社会对公司不利的 我们先来说一说在IT当中 这都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从上期的网络安全说起啊 之前那期节目有个口误啊 网络安全啊其实算是右派 那因为呢他们相信的是 公司里每个人都需要设置一定的权限 不可以让你自由的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这个权限的颗粒啊要越小越好 我们比如说数据库的增三改 也可能就是三个不同的权限 有的人可以做增加 有的人可以做修改 有的人可能只能做删除 那这是根据这个业务的逻辑决定的 比如说有的人只能往里面增加数据 但是他不可以修改数据 他只管增加 拿到了新客户加进去 那有的人只负责修改 那么他在做这个用户的信息的时候啊 只能去增去修改这个用户的一些信息 但是他没有权限去删除这个人 那删除一般都是有更高权限的人 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啊 其实他就是极其不信任的一种模型 就是他觉得你们必须要在一定的控制下 进行他们的工作职责 所以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一种 怎么说叫做合理的控制吧 能够抓权 这样呢是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不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的 他就是觉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每个人都会做错误的事情 所以如果适当的去设置权限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很多马龙听到这就已经坐不住了 那我们就来说说马龙 马龙的值得是什么 马龙的值得就是尽快的是实现某一个功能 它可能是创新的 一些新的功能 那背后的逻辑呢 就是如果你尽快的做出这个产品来去抢占市场 那么你就是为公司获得更多的利润 那我之前也在AWS展会那期节目当中 给大家说了一下现代化的程序开发 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一期视频 所以任何跟开发产品不相干的事情 对于马龙来说都是障碍 因为他每天不需要处理这么多繁琐的事情 比如说权限 他们都希望有极度的权限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么我们在程序员的力量这期节目当中 我也有说过 自从有了云品来 现在马龙的权力也就更大了 有了更多的资源 他就可以随时把这个代码转化成生产力 给公司尽快的产生利润 所以大家也就应该知道 马龙就肯定是偏左的 对吧 他们属于自由派 他们喜欢尝试新的事物 那敢于呢 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我们也不重新造轮子 因为有足够的这种好奇心啊 尝试各种各样新事物 那也就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必须要埋头干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做 第一个吃螃蟹 所以没有太多的现成的资料 你要自己去研究 通常呢 马龙会有强大的逻辑能力 去找到事物的本质 这也是所有马龙做的特点 突然想起来一件很有趣的事件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天我有一个马龙的朋友 来我们家吃饭聊天 然后就收到了马龙工资比较高嘛 所以他老婆也想去做马龙 然后问他可不可以 然后他立刻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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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 你做不了马龙 然后他老婆就很不开心 说平时我做不了马龙 他就说 因为你每天晚上都不记得 在睡觉之前要把门窗要关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梗啊 其实这是一个说明这个一个逻辑能力啊 咱们老马龙呢 一般做事情呢 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 最后呢 再有个临门这么一脚 所以你在睡觉之前 你要把什么事情都给安排好 最后OK 安心了 睡觉 这个挺好玩的 好了 刚才我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左右两派啊 那么下面就给大家提问了 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这些职位当中 你们觉得是左派呢 还是右派 比如说运维工程师 什么叫运维工程师啊 就是英文当中啊 就是operation 那他有很多 就是当这个软件或者产品上线的时候 他有很多维护的工作 比如说有网络架构师啊 比如说数据库的工程师啊 都属于这一类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软件是在内部使用的 那么那内部人员的这些客户啊 你要不停的去提出你的要求进行改正嘛 所以我们都把它统成为operation 他们呢 是绝对不喜欢每天更新这个软件的 因为他们要的是什么 要是稳定 OK 他们不希望有bug 一旦有一个更新 他就会有bug 所以呢 他们习惯了这种使用的方式呢 就不太想动了 就说啊 你们让我们先稳定一下 OK 我现在知道我该干什么 但是我不希望现在再去动它 when it works don't touch it 这就是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 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 他们的思想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他们肯定是属于右派 这一类 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个operation和developer的这些矛盾啊 就是运维和开发之间的矛盾啊 就会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位 我们就叫做DevOps 那之后呢 我也会出一篇影片去聊一下这个非常新的一个职位 我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 我还搜索了一下 这个DevOps的中文是什么 我查了一下居然没有 我之前的节目当中啊 我多次提到DevOps 我一直以为它的中文名称叫运维 其实不是啊 因为运维就是刚才我说的operation 就是它只负责运运这个软件 或者是网站 维护这个系统啊 所以运维它就是Ops 它不是DevOps DevOps在中文啊 我刚才搜了一下 没有搜到一个准确的中文名字 但是它用英文就解释非常恰当的 就是Dev和Op嘛 它把它连起来 就做这个中间沟通的一个桥梁 那我之后呢 也会做一期节目 给大家仔细的讲一下 DevOps到底是什么 现在呢 社会上有很多的学生 有很多的误区 我们之后啊 会再聊一下 下面我们来再说一说 比如说美工或者UI UX的设计师 他们属于哪一派呢 首先啊 美工和设计师 他们都是一种艺术的创作 对吧 他们也是属于自由派 对吧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 你去公司里面看 他们的工作时间啊 要么就在聊天 要么就在那喝茶 他们一般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他不可以是就是一个沙发在那 让他们躺在沙发上 一起聊天玩游戏 这也是他们思想 作为一种碰撞的一种形式 这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在公司里面最潮 sorry 最潮和最潮的那一部分的人啊 就是他们了 所以他们的自由度 我感觉比巴龙还要更自在一点啊 他们也是更左一点 所以他们也 因为他们需要有更多的创作的灵感 他们就需要去体验这种生活 然后去有这种思想上的碰撞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术 就是搞艺术的 搞URUX的 美工啊这些 他们在疫情之后啊 都要求他们返回办公室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OK 下面我们来说说测试 测试在软件开发当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呢 如果你非要我说 它是左派还右派 其实我还真有点分不清楚 它可能算是中间稍微偏左一点点 可能没有马龙那么左 为什么呢 因为好的测试呢 它也会要求你的上线速度 对吧 因为软件必须测试了 你才能上线 所以他们也是要快 OK 所以呢 我们就要有什么 自动化测试 这也是自动化测试 在软件开发 在上线之前啊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它其实离开发很近很近啊 所以我们也称之为 它是偏左一点点 好吧 好 下面我们来说项目经理 那大家觉得项目经理 应该随于左还是右呢 如果我要非要说啊 我觉得它还是靠比较中间的地方 它其实就是一个联合计 对吧 它既要考虑到 business 也就是商业开发当中 我们的开发的需求 你还要计算开发的时间 这开发的周期 对吧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是吧 但是你还要考虑 这个软件的安全性 对吧 比如说 特别是有成本的考量啊 基本上是要需要稳扎稳打的 那所以呢 你需要作为一个联合计 有点跟DevOps很相似 你在中间只是一个支持 去提供必要的资源 给这个项目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好的项目经理啊 其实非常不容易找啊 其实这活啊 其实也不太好干 那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去聊一聊 那希望这期节目啊 对于在澳洲正在找工作里啊 有所帮助 那如果你最近也在找工作呢 也欢迎去购买我的一个课程 叫做如何在澳洲 找IT公司的一个小白课程 那我最近呢 也是做了一些更新 分享了我更多的一些影片 在这个课程当中 加量不加价啊 OK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购买一下 那么这期节目啊 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今后的分享了 我是澳洲大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